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共內幕節目《我是雨童》 目前中國大陸疫情再次失控 就在此時 中共突然解除了之前出國人員的嚴控措施 和入境的嚴查 也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到處疫情蔓延的時刻 中共大門四開 依然宣布可以隨便出入 這個不是明顯的心懷叵測嗎? 用心不良嗎? 12月26日晚 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發布公布 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改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換了外套換了標籤 又蒙騙國際社會 據悉 中共高層已經批准了 自2023年1月8日起 解除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採取相關規定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 和搭類甲管調整為月類月管 對感染者不再實施隔離 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 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 並且不再對入境人員和貨物等 採取檢疫措施 包括取消入境中國大陸後 集中搭離準措施 實施月類月管 主要措施包括取消國際航班5.1限制 有罪恢復中國大陸公民出境旅遊等 上述消息公布後迅速成為輿論焦點 有民眾感嘆 麥折騰三年 國門就這樣開了 到底是什麼回事 就連小粉紅也都被搞糊塗 但對於想要出國的人來說 當然還是很高興的事 管他什麼病毒不病毒 有人留言 終於可以出國了 但有不少人擔心 世界各國會不會又因此開始限制觸國人入境 反正不管怎樣說 據公開資料顯示 出國簽證搜索量瞬間倒增了10倍 這是官方12月26日晚公布上述政策後 中國旅遊平台同情旅行27日凌晨零時顯示出的數字 還有 國際機票的搜索量也瞬間激增8.5倍 出境機票、海外酒店搜索均達到三年來的峰值 這些公開數據還表明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英國、澳門、香港、日本、泰國、韓國、台灣 成為人走動量增長最快的國家 自從2022年12月 中國大陸新一波疫情猛然爆發 感染人數暴增 多地除了出現大量的白費等重症患者外 死亡人數也持續飆升造成各地的醫療系統和鎮儀業難以招架 他們是近期在中國大陸死者中 包括大量中共救一定級別的高官 以及文藝界、科技界、醫療界、體育界、紅色名人等 我們現在不妨回顧一下中國大陸在三年前疫情剛爆發時 中共早已知道但物不發喪然後就是開放廣門放鬆出入境的管控 到了2020年1月武漢疫情大爆發 武漢宣布封城引起全城恐慌大量武漢人愛逃 時任武漢市長周先旺稱在1月23日封城之前 已有五百多萬人離開武漢 大家想一想就按照他說的這五百萬人 早已成為病毒的傳播機 將病毒播散到全世界 還有一個重要的證據是 英國南漢普頓大學大數據團隊 2020年2月中旬 以電腦針對武漢封城前外圖的 近六萬名武漢人手機和航空數據進行分析 發現在武漢封城前逃離的人 或爾傘報導包括亞洲、歐、美、澳洲等地的 382個城市 這些人當中至少包含834名確診患者 由此可見 中共在這次疫情再次爆發後 國門打開 再次看到其險惡之用心 據網友曝光的一份 德京東交殯儀館的緊急通知 該殯儀館嚴金任何人 接受任何媒體或組織的採訪 嚴禁議論、解答或透露涉及 殯儀館數據、工作運行等情況 嚴禁拍攝、專輯或以短訊、微信、郵箱、 微博等媒體形式 實說包括轉發工作情況之類的消息 並稱如有違反、嚴肅處理 落款日期是12月19日 類似 馬紀元記者於12月27日 致電北京東交殯儀館 信問相關情況 對方一名男性工作人員 接聽了電話 記者問 我是媒體的記者 最近火化數據是不是增加很多? 受訪者回答 這個我不能回答 你留下電話 我匯報給上級 由上面統一回覆 記者問 有一份蓋住你們殯儀館公章的通知 讓工作人員接受採訪等 受訪者說 我沒有接到這個通知 受訪者還說 需要上級領導只能決定並回答採訪 記者問其主管部門電話 也沒有結果 從記者採訪情況來看 儘管殯儀館的工作人員 稱沒有接到該文件 但他是嚴格按照那個文件精神在行事 這是沒有疑問 被他的領導 早已按照文件的要求 早已向下面的工人和工作人員 口頭交代清楚 據網友在近日上傳的視頻顯示 在很多大城市殯儀館的大廳和門口 都擠滿了送別逝者的人 記者還從武漢多家殯儀館 還了解到一些信息 記者問 今天都燒這麼多 受訪者說 我們都是20小時值班 電話多得不得了 不停這麼多打 記者問 現在比前鏈吃得更多 受訪者說 這麼多的不方便透露 湖北武漢武昌區的一位居民 梁女士告訴記者 我隔離小區走了六位 聽說武漢殯儀館是五天後火化 殯儀館車離小區接遺體 我的一個鄰居前天送去醫院搶救 梁女士還說 他27天還去了一趟武昌殯儀館 從那裡了解到 遺體必須要殯儀館的車來接 第二天或第三天火化 不找中介的話 燒一具要2,666元 包括1,000元的骨灰中 找中介的話 是1萬元左右 沒有告別儀式 梁女士表示 中介老闆說 特別是在12月10日後 人開始多起來 有8個爐 還有幾個備用的 24小時燒 現在殯儀館裡 一定不會說數字 看口殯儀館新官後擴建了 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一個 四川成都東郊殯儀館的工作人員 告訴記者 最近業務量太大 我們已經在家頒加點火化 一天火化公師府 同凌晨1點 連續降到晚上7點 中間就休息5小時 他還說 最近都排滿了 明年1月1日 不等5天 現在要不趕等登記 1日也排不上 我們可以去接遺體 但要2、3天 只能以約上 記者問每天燒多少遺體 對方沒有回答 據悉 成都市火葬廠台屍體的對鄰居說 每天燒不過來 自己洋了 還要上班 俄北石家莊公務員李先生 對記者表示 他們的朋友在石家莊一家殯儀館工作 12月27日 李先生跟這位有人聯繫時得知 過度平日一天火化3、40人 近期猛增到3、400人 是平時的10倍 而且 勢者 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年人 因爲量太大 火化不來 只能分流到周圍區院、近儀館 大紀元的這些採訪表明 目前中國大陸的疫情非常嚴重 這個時候 中共大開國門 國際社會和網友一定要小心對待 就在前幾天 中共的飛機軍艦 同時駛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和釣魚島海域 做長時間的逗留 此舉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 2022年12月26日 中共空軍飛機大規模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包括戰鬥機和無人機 美在內的71架中共飛機 一股佬地飛向台灣 但有開打的架勢 這是今天為止最大規模的擾台行動 與此同時 美國白宮方面 對此也作出了回應 據路透社報導稱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當日 在一陣聲明中指出 美國對中共在台灣附近的軍事行動 感到擔憂 這是挑釁和破壞穩定 並且有誤判和破壞區域穩定的風險 白宮強調 我們會持續協助台灣 維持足夠的智慧能力 以符合美國長期的承諾 以及我們的一宗政策 其實 美國這個聲明 也有些智商矛盾 既然要堅定地保衛台灣 為什麼不將一宗政策刪除 另據《自由時報》報導 陸委會主委優大三 也對中方表達嚴正抗議 強調中共的行為 不是非進台灣領空 而是跨越台海中線 他說 自己非常不滿 要向中共表達抗議 此外 有關日前副總統賴清德 提出和平保臺的主張 有國民黨立委質疑 和平保臺是否抗中保臺 台灣軍事專家 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 陳國銘則表示 中共擔憂軍機是否與其 遼寧號航艦編隊 以及中俄軍演海上編隊 互動有關 我方須繼續密切觀察 日前 中共曾揚言要摧毀 海峽中線 領海線 能源生命線的 緋三線手段 日後是否持續以演奮 蠶食台灣空域 使國軍疲於奔命 我方不必要提高警覺 與此同時 中共同時騷擾釣魚島 對共同社12月26日報導 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當日公開指責中國海警船隻 駛入占國豬島周邊日本領海後 停留時間創2012年 占國國有化以來最長紀錄 松野博一表示 對此非常遺憾無法接受 並表達了將做好相關警戒監視工作 並決應對中方的態度 中共海警船的上述行動 不逢中日志願者協會 近日在東京舉辦 日中邦交正常犯十週年民間紀念活動之際 日本前駐華大使 公管行義認為 中共此舉 可能引發日中兩國軍備競賽 有網友認為 現在是土共最脆弱時刻 滿街火葬場 所以特別虛張聲勢 我們看這種分析應該是貼切 現在中共的高官 躺在過去的一個月裡 就紛紛死去一百多人 引發網絡一片嘲諷 目前中國大陸疫情再次失控 中共很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搞些事 直以轉移國內困避難堪的局面 如果說是真打台灣和釣魚島的話 恐怕中共目前未不具備實力 也沒有心思將事情搞大 如果中共真的要開打的話 恐怕被俄羅斯打烏克蘭的結局更慘 如果中共真的要開打的話 其結果只有一個 這就是加曲奇滅亡 關於中共有以放毒世界 同時大有對台灣釣魚島動手之意 是要真打 還是轉移視線和恐嚇人的這些話題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助我們點個讚 如果是新來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節目 以上是中國內幕節目 多謝您的收看再會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支持 4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